為了注滿流失了的水晶之力 使用這個方法 把我的命奉上 什麼 那你是一開始就打算這樣 明明知道你會 祖父大人也是一樣 所以今次到我了 你為什麼不說一句啊 為什麼 如果說了你一定會阻止我吧 當然了 對不起 因為我不想讓你傷心 能得到你關懷真的好高興 終於能說個感謝了 終於可以老實的 說謝謝 哥羅莉亞 要這樣 快醒過來啊 哥羅莉亞 然後呢 剛才的到底是 和以前不同 看到的不是過去的景象 哥羅莉亞 剛才看到你打算犧牲自己是真的嗎 是真的 要封印黑暗之童 除了獻上我的身 獻上我的性命外 別無他法 黑暗之童的力量非常強大 就算有水晶亦不能完全僵之封印 每經歷約二百年 水晶就會失去力量 五十年前 我足不大眼一樣把自己的性命獻給水晶 這是描色王室血統背負的命運 如今水晶被奪走 力量被釋出後所欲無幾 所以即使未曾經歷二百年 亦必須再次獻上雙命 是這樣沒錯吧 所以你一開始就已經 你一開始已經決定這樣做 沒錯 我早已決定 只要用我一人之命 可救眾人之命 根本不用猶豫 哥羅莉亞 你打算去哪裡 去找其他方法 那是沒可能的 你也想不出其他方法 你也想不出其他辦法吧 多羅莉亞的主婦和石龍他們 不是也試過找其他辦法嗎 一定有其他方法的 對了 那個景象 說不定魔導書裡面會有線索呢 呵呵 是本作發揮本領的時候了 就等本作把魔導書的內容說明給大家聽 你還沒有完全解讀整本魔導書吧 還 還沒有 那唯有到妖精箱走一遭了 妖精箱? 姐姐早就知道關於黑暗之童的事情 妖精箱裡面可能有重要線索也說不定 妖精箱位於什麼地方 人類也能進去嗎? 可以啊 不過恐怕會被拒諸門外 他們可能連出入口也不會打開 就算我是妖精也因為追尋姐姐下落 我身處人類世界太久 與人類一起太久了 妖精箱 但是我會嘗試說服他們 總好過繼續這樣束手無策 沒時間了 我們走吧 妖精箱 木梅裡的入口 就在妖精箱裡面 妖精箱裡面 我聽到憎恨的聲音 要醒來了 終於醒來了 哇哈哈哈哈 不可饒恕 對 當然不可饒恕 人類絕對不可原諒 全部都必須死 人類奪取我愛的人 奪取我的家 那恨恨恨恨恨所有人類 所以這次換我來奪取他們的性命 要他們充分感受恐懼 不可饒恕 好 我要把一切都毀滅掉 人類會允許人類存在的這個世界 哇哈哈哈哈 哇 哇哈 哇哈哈哈哈 哇哈 哇阿阿啊 真誇張啦 消滅啦 妖精箱 木梅裡 木梅里由幻影所淹蔽 以防人類誤闖入去呢 原來如此 這真是顯想不到 木梅里是个怎样的地方 和人类的市政很是两回事 要说明可不容易 首先我们生活节奏很悠闲 从我们妖精角度来 从我们妖精角度看的话 是人类太匆忙了 从妖精看来 人类活得太急吗 这也有道理 妖精和我们对时间的感觉和想法 应该也不一样吧 是啊 比如说人类觉得很久以前差不多记不起的事 对我们来说就好像昨天的事而已 无论人类的世界经历了多少变迁 木梅里一直都没有 都没变过 所以我们妖精很怕人类 因为对我们来说 人类不久之前才做出那种事 做出什么事了 到木梅里你们就会知道 开门啊 是我是亚迪拉啦 速速离开 速速离开 拜托至少听听我的话 竟然想带人类进入木梅里 要带拉你的妖精的龜条也忘记了吗 这些人类是我的同伴啊 同伴 你把人类当作同伴 走吧 你和人类一样都会带来灾祸 快离开这里 什么妖精啊 人类什么的 我不是为了这些事来这里的 我想借助大家的力量 去阻止黑暗之童的封印解开 你方才所讲的是否属实 当然是真的 也罢 且听你分说 门卫解除结界 可可是 你没带大人 没听清楚吗 老神说解除结界 遵命 我立即去办 虽然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 不过 总得禁地主之宜 欢迎大家 力临妖精湘木梅里 室外妖精湘 木梅里 虽然我发过誓 未达成木地前 不会回到木梅里 这位女士 幸会啊 本座是 人类 是人类啊 哎 虽然本座对小事不在意 但面对这样的反应实在有点在意 没办法嘛 这里有很多妖精从来没见过人类呢 那么混熟一下不就好了 就像你和本座一样 种族不同 不过小事而已 你说的对 人类也好 妖精也好 每个个 每个性格都不同嘛 哈哈 比如说 也有像艾维斯这样的怪人啊 喂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是说小事不用在意的吗 来 这边走 何谓妖精 喂 雅代拉 有一件事想问问你 怎么了 本座到了妖精箱这么久 怎么还没有看见一位男性的妖精啊 没有男的妖精啦 什么 我们都是从花里面诞生不分男女啊 这真的和人类很不同啊 不同的地方可多了 我们有翅膀也比人类长寿 而且可以看见人类看不到的光和颜色 不过无论人类或者妖精 喝了酒也一样会醉 不是吗 那倒没错 那么只要认真观察 应该就能发现其他更多相同的地方吧 是啊 消弭双方的误解很重要 对 妖精和人类之间太多误解了 比方 比如说妖精会蛊惑人心 骗人杀人什么的 虽然我不敢说没有妖精会这么做 长时间没机会接触对方 站待掌管木梅里 亚代拉你提及黑暗之铜愿闻奇象 借借二丹娜她破坏了黑暗之铜的封印 说要毁灭人类什么的 当真鱼不可及 请你把事情来龙去脉一一倒来 若然如此则时间所欲无几 妖精香定当请力相助 然而诸位人类仍需离开此地 为什么要他们离开 他们也是受到水晶启示的同伴 人类本身就是災火 不可任由历史重演 他们不一样了 为何你能够言之爪爪 人类最容易受欲望牵引 贪婪的人类你一定也见过不少 毕竟人类与妖精不同 哈哈哈哈 艾维斯 哦对不起 实在太好笑 本作忍不住了 此话和解 依本作看来妖精和人类根本一模一样嘛 本作鱼鲁和亚代拉周游列国好一阵子 直至他揭露自己是妖精为止 本作一直都没有察觉 根本看不出有任何迹象啊 他就像本作一样会笑会怒 有时也会喝上两杯 虽然他背后长了翅膀 但本作觉得不同之处大概就只有这个 只有这个吧 话虽如此 但历史上妖精与人类之间 曾经有势不两立的过去 这个嘛 过去是发生过很多事情没错 但是现在可不一样啊 那些不过是小事别在意别在意 嗯对了 不如一美代大人就和我们几个把酒言欢 触膝常谈如何 妖精香草木茂盛 应该有不少果酒 蜂蜜酒 百花酒吧 哇哈哈哈哈 呵呵 哈哈哈哈 你这人类真有趣 若果连这样的人也容不下 那未免显得妖精香太过没气度了 好 假若你有什么不鬼企图 老生语重妖精亦非亦语之辈 而且 要得啦 多年来你一个人可辛苦了 这次应该好好筹谢你 你也是妖精重要的一员 重妖精可速速准备韭菜 今日老生要和光之战士们BB酒量 原来你在这里啊 你喝太多了 你没带大人的胃是一次元空间吗 嘿嘿嘿 如果你酒量有你的口气大 就不会输给一枚带大人了 谢谢你 艾维斯 哦 是因为我帮你回到妖精香 不是 是谢谢你说人类和妖精都是一样 我在旅途上一直都没说穿 对不对 所以我本来也是有点担心的 哈哈哈哈 担心本作会因为那种事而在意吗 你说得对我根本没必要担心呢 艾维斯你有始至终都没有丝毫在意的样子 一直都是那么我心我素 古里糊涂 古里古怪 哈哈说得没错 むむ 咳咳咳咳 未免说得太狠了吧 maturity 不过我真正想说的你明不明白 eland Isn't it 明白什么 没什么 謝謝大家 是時候回去了 很久以前 有一人類迷失方向勿近木梅里 妖精香、眾妖精都非常歡迎他 然而該人類貪圖木梅里儲藏的銳智與記憶 他肝泛禁忌,不斷吞噬銳智與記憶 最終變成恐怖害人的惡魔 那就是黑暗之童嗎? 正是,那次以後妖精懼怕人類封閉木梅里 老神相信該做法明智恰當 然而黑暗之童若完全復甦 妖精香當然不能獨善其身 無論如何一定要阻止黑暗之童 那麼請容我向一美代大人請教 如果黑暗之童蘇醒過來有何方法對付? 你們手上有多顆成心? 不必多慮,老神並非要完畢歸照 恩,雖然並非極其所有成心 但有如此數目應當足夠 以各位手中誠心之力或可擊敗黑暗之童 真的嗎? 在此間內有妖精香的記憶之拳 拳中能窺刻印於世上的睿智與記憶 黑暗之童對睿智和記憶 掏口、殘舌可以引誘他到記憶之拳 但後世如何則唯有盡人士安天命 此事須各位光之戰士全力以赴 老神先到記憶之拳就位 各位準備停檔可自行路內 這裡本來是禁地,不能隨便進入 我也從來沒有進去過 可是已看見睿智和記憶之拳 看! 那樣看樣子那應該是一百年前的神功戰爭 從士兵身上裝備的特徵看來應該沒錯 呵,這裡是威茲沃魯特建國當日 可是無論任何年份總是看不出師父是什麼年紀 只要觀看這個泳泉就能看到過去 竟然有這樣一個地方,真令人驚訝呢? 這是整個世界經歷的記憶 絕不可給黑暗之童吃掉了 那當然不可以 歷史的記憶 嗯,本作倒是很想知道她究竟是誰 你指的是,沒什麼 在記憶之拳的影像中 有一位敬畏天人的大美女啊 或者是有史上第一美人之稱的 歐地埃王妃吧 她的肖像畫和雕像在戰亂中被悉數摧毀 所以她外貌如何亦只能從文獻描述中推測 如果真的是她,這次能一睹傳說中的美人如山正面目 可真難得啊 我也在泉水中看到其他景象呢 比如說 沙法龍的熱殺遺跡以前的面貌 對對對,還有一些穿著古代服飾的人們 邊喝酒邊對美酒佔不絕口呢 這個本作也很在意 到底他們喝的酒有多相存 那不好意思啦 就算是記憶之拳也不能把味覺都記下來啊 真是個不可思議的地方 或者遲一些來可以看到我們的記憶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希望我們能留下對世人有意的好記憶吧 水晶的記憶 這和我所聽過描色古老 描色古老相傳一樣呢 世界的規條都是從水晶所生 而且人類和妖精都在一起呢 以前是曾經有過這樣的時代啊 在水晶為世界帶來秩序的時代 人類和妖精是一起生活的 但是後來去分開的 那是因為一千年前人類引發了恐怖的大災難 那就是戈亞梅魯所說關於黑暗之童的事情嗎 應該是了 所以妖精到現在仍然害怕人類啊 對人類來說已經是遠古歷史 但是從妖精看來卻是上一代妖精親身經歷 根據傳承 描色王族也有參與封印黑暗之童 歷史以因此負負責守護水晶的封印 並非因為葛羅利亞封印才被解開 你不要因此責怪自己 只要打倒黑暗之童,一切就能結束了 對,這樣就能把從一千年前開始 笼罩人類和妖精的恐懼消滅 成星的記憶 據說成星是從記憶之泉中湧現的記憶製成的 有這麼多技術和知識,如果不能分享的話實在可惜啊 製造成星的原意就是把這些記憶存進晶石內 讓任何人都能運用 我們一直都有賴於成星賦予我們的技術和知識呢 原來當中有這樣的玄機 無人智慧真令人讚嘆不已 我們從成星得到的力量都是來自前人的記憶啊 應該是吧,我也只是一知半解而已啦 好像每一顆成星裡面都包含了世世代代精英們的知識呢 哦,以這種形式把技術和知識一代傳一代啊 本質上和以文字記載各種知識流傳後世可以說是一樣的 師父也說過類似的話 他說現在的魔法也是累積前人專研的成果而成 這麼一說實在很相似呢 既然成星是集結故人知識和技 故人技術和知識而成 那就要警惕自己別把成星的力量當成是自己的實力 各位光之戰士功後多時了 開啟所有通道後黑暗之童就會前來尋找這泳泉 光之戰士啊是否已準備停蕩 是,我們準備好了 好,開門吧 你們都退下,別觸碰他 那就是黑暗之童 這外貌真可怕 妖精們,抵擋不了 慚愧,最後都靠各位光之戰士了 接下來就交給我們吧 他來了 不可饒恕,不可饒恕,全部記憶合為意 不可饒恕,阻礙我的,封印我的,畏懼我的 都要受到懲罰,全部都平等的滅亡吧 黑暗之童,先調查一下 撞他一下 然後模仿 偷懵 牠會 偷懶 偷懶 即買 我將統一所有 世上一切都將歸我 對抗我只有死亡毀滅一途 所有記憶合而為已 我將令所有殉葬於虛無之中 毀滅、毀滅、毀滅、毀滅吧 啊..... 狡囂去死吧 啊 齁 滅了嗎 超級簡單啊 黑暗之銅被消滅了 是光之戰士贏了 我們贏了 是啊 光之戰士果然厲害 黑暗之銅到此為止了 什麼 竟然復活了 妖精們 離他遠一點 啊 吼 這不是真的 快逃 快逃啊 我們牽制著他 你們快退後吧 再來幾次都一樣 差不多 這可以模仿嗎 先衝撞吧 往後再模仿 這樣應該比較脫盪 奇怪 我不是用鑰匙嗎 怎麼鑰匙沒有特技 還是我沒有漏掉 糟糕 你剛剛模仿才對 不可饒恕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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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哄 怎麼可能 不要害怕 一定要阻止他前進 咦 妖精都不見了 可 可惡 真是個噩夢 大家還能繼續戰鬥嗎 這算不上什麼 這是身為王室一員的使命 我不可以退輸 沒錯 我們一定要阻止黑暗之銅 這次要把他徹底消滅 啊...噢 啊... 碰 愚蠢... 愚蠢 反抗毫無意義 毫無用處 我就是世上所有記憶 所有知識的集合 權為壹 依為權 不可饒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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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懼同一的一切 可惡 再打三次 一隻手幹掉了 糟糕 我現在要調查一下 看一隻右手 然後怎樣調查黑暗就通了嗎 看來只要有模仿 基本上就天下無敵了 但卻沒有任何的成本 所有存在於世上者 或世上可存在之所有 我皆能看見猛獄之 所以反抗毫無意義 全部都應該分解在合而為一 我的記憶刻印永不磨滅 那一次又一次復活 不可饒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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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拒變成完全的一切 又復活了 那我出去應該調查這隻手 懺悔之左手 這隻腳的秒會損我的MP啊 這隻腳的秒會損我的MP啊 這隻沒有差 我又不用魔法 納命來吧 又滅掉了嗎 不可饒恕 不可饒恕 不可饒恕恐懼我的一切 把一切毀滅 第四次嗎 啊~~ 這怎麼可能 他又復活了 記憶碎片全部歸我 這是誠心嗎 還是什麼 連誠心也 沒差我們本來就是凡人 竟然 根本無法與之抗衡 這就是黑暗之銅的力量嘛 可惡 沒辦法 老聖現在封印木梅里 將之從時間洪流分割 咦 那幾是說 幾是把妖精香全體變成囚禁他的監牢 各位人類可速速離開 請等等 我們要與你們並肩作戰 那萬萬不可 這是妖精香自古相傳之術 此術完全斷絕木梅里與人類世界之聯繫 又在此處可永遠不能回去 即使那樣也 妖精的命運已經無法改變 別擔心老聖與妖精們不會因此死去 這是妖精與黑暗之銅的一個了解 要得啦 你就和其他人類離開木梅里吧 等等 我要留下 我覺得不想再丟下互相不理 你不要冥完不靈 既然你已經一度破戒 離開木梅里 本來就不應留下 不要 艾維斯 艾維拉就拜託你照顧了 艾維拉離開木梅里 久矣 見多釋廣 留在這時間不再流動的地方 那未免太可惜 拜託你了 本座必定不負你所託 雖然與你只聚談好隱一夜 與老生卻有如無相識今年的自由 艾維拉快去吧 離開木梅里 在人類的世界活下去吧 還有時間讓你講那麼廢話 伊美代大人 艾維拉走吧 丟這大吉 艾維拉 怎麼說呢 不要緊的艾維斯 我確實沒有遵守 沒有遵守規條 沒辦法 我們走吧 艾維拉 啊 大家沒事嗎 不好了這樣下去會被追上 趕快走吧 但是 再不快點就會被吞噬啊 沒辦法 啊 哼 快點姊姊要關上了 知道了大家快走吧 喂亞德拉 對不起艾維斯 喂喂亞德拉為什麼 這次災難都是姐姐造成的 我怎麼可以獨善其身 捨棄木梅里 古羅利亞你應該明白我的感受吧 我不想逃避 你 亞德拉 那你就打開這結界啊 打三自己一個去戰鬥嗎 我們可是同伴啊 正因為是同伴 正因為是同伴 才不想連累你們啊 亞德拉 如果你那邊是監牢的話 這邊的世界沒有你在 對本座來說也會變成監牢 至少讓我也進去啊 你一起留在離別也不行嗎 那可不行啊 我希望你能在外面好好活下去 而且我不會死的 只是永遠待在木梅里中而已 那不過是和離開木梅里之前一樣嘛 所以你不要擔心啊 就像艾維斯你常常說的一樣 不過是小事 別在意 亞德拉 本座 其實本座對你 嘿嘿 我早就知道了 你現在才說那不是搞笑嗎 而且我也 不管怎樣 我真的很開心 用你這句話 就算時間停止了 我也 喂喂 少個同伴這樣行嗎 又全破了 第二次全破 這一次的犧牲者 變成亞德拉 下一次會變成艾維斯嗎 在日子之下 到外面 在日子之下 尚會 到日子之下 見過的 到日子的下 發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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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